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UPZOO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无线每周野花刷镜条的方法 一读野花呢就给你0.5根的镜条 那么呢今天这个方法呢实际上 云林呢和之前的无线卡牌和无线抽取家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啊这个方法呢对时间的要求比较高 首先呢推荐大家来到那张女士附近的每周野花 这样的话刷镜条的效率会比较高 接下来呢在这个每周野花旁边休息啊 等个几分钟让服务器保存你现在的位置 这样的话待会你重新上线的时候呢会重生在这个地方 好的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有21.3的环境啊 我们打开每日挑战来确认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每周野花四三分之二的状态 还差一个就完成了 那么呢现在我们点击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 好接下来数五秒 一二三四五拿起来 第五秒的时候呢就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它就加载了 如果你自己数不准的话 你可以事先打开手机的时钟来看那个秒针啊 皮片呢需要五秒 拿起野花呢需要一秒总共六秒啊 当你数到第五秒的时候呢就拿起每周野花 接下来呢它会转到另外一个界面 OK就是现在 然后打开系统设置网络设定断网啊 每个平台的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你甚至可以把网线更快更有效率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刚收集过的每周野花 还在还可以再收集一次 而且你会发现我的精挑呢 又多了0.5现在是241.8环境啊 这个每日任务呢还是2分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靠这个每周野花呢 不断的刷进调了 而且呢断网重练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比想象中的还要快啊 不过呢这个故事任务待命呢需要多久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先不用收集每周野花 你就先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 你统计一下 从点击故事任务待命到转到界面呢需要多少秒啊 然后呢再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制定一下采这个花的时间 我这边的网络情况呢是只需要5秒 所以说我就进去到第5秒的时候呢 再采这个每周野花啊 这个靠每日任务刷进调的方式的全平台通用啊 无论是Xbox PS4还是PC都是可以的 稳稳的啊 系统呢也只会认为你意外掉线而已 那么呢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方法呢 无论是无线的卡牌啊 无线抽烟啊 无线每周野花无线的传家宝啊 都是可以的啊 顺便一提 当你刷了10多每周野花啊 也就是五根金条之后呢 记得去蜡渣女士这里把10多野花给卖掉 然后又可以继续重复刷了 那么呢最后呢 祝大家刷的愉快啊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就记得点个赞 加个订阅 关注阿博主的频道 获取最新的欢迎代表个二线上攻略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不不不不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